电影2012当中的那个在世界末日时为人类提供避难场所的诺亚方舟 大家一定是印象深刻 现在呢您只需45万元人民币就可将诺亚方舟带回家了 3月6号日本国土交通省展示了一种专门用于在海啸中逃生的小型救生舱 这种救生舱采取全封闭结构不会倾覆 撞不坏压不沉烧不坏被日本媒体称为是家庭版的诺亚方舟 这款诺亚方舟由大型船舶舶救生艇改良而成 船舶用强化玻璃缸制造长8.4米宽3米高3.1米 内设25个座席最多的时候可容纳35人 救生舱内常备水食物医药品卫生品防寒服干电池充电器等各种生存必需品 可供最多35名成员使用7天左右 在有海啸发生的时候这款救生舱可以帮助人们逃生 在没有灾难发生时这款救生舱还可谓家庭聚会的场所 作为防灾仓库充当大型活动急救中心 甚至是儿童玩具真是居家旅行必备良品 日本媒体报道说在进一步验证诺亚方舟的安全性之后 日本政府将授权企业批量生产 售卖单价预计在700万日元 折合人民币45万元左右 我们下期见了